哈喽 哈喽哈喽 晚上好 老子们晚上好 好漂亮 好美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晚上好 晚上好 穿亮色 比较好看 对吧 穿亮色心情好 眼前一亮的感觉 欢迎各位宝宝 欢迎各位宝宝 大家晚上好 看哪一圈了 没有一点都没有 这是因为这样坐着 会不会说话 会不会聊天 喝的咖啡 喝的咖啡 要直播我就得 我直播我要么就得喝咖啡 要么就得喝快乐水 要不然保障不了 我的那个脑子不离家出走 大家吃晚饭了吗 大家吃晚饭了没有 我们今天播到十点 播到十点 准备吃 我今天有可能要喝快乐水 我感觉 我感觉 今天的月亮 让我觉得 可能猪猪女孩会比较多 第一次看我戴珍珠项链 是不是 这个还是我 那个 闺蜜圈的一个宝宝 今年我过生日送给我的 生日礼物呢 快乐水是啥 就是喝了以后 会让我变快乐的水 就叫快乐水 这怎么看不到留言板了 这个 这个是那个某种 没有留言板 来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 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 左上角把关注点起来 没有点关注的先点关注 没有加粉丝牌的 那个 左上角 小星星 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 会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 周六 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 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好吗 然后呢 要 那个怕走丢的宝宝们 怕找不到我们直播间的宝宝们啊 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 左上角头 向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 好吗 好吗 总有人说 我的快乐水是可乐 你们都是小白兔 你们不适合听我的直播啊 觉得我的快乐水是可乐的宝子们 你们好好想一想 你们适不适合 你们成年了没有 你们适不适合听我的直播 我的直播 适合江湖老游调听 好吧 今天是这个 我看一下 今天是2023年的11月9号 我估计最近流量不会很好 因为说11了 像我们这种啊 薅羊毛的直播间 可能平台不会很支持 好吧 大家且看且珍惜啊 如果中途断播 一切都乃正常现象 好不好 所以大家一定要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万一断播了 小助理会通知你啊 什么时候开 在哪开 来我们开始连麦了啊 我们开始连麦了 你这是在哪儿了 你好曲曲 我在高铁站 可能有点吵 小姐 你这 你是上一轮就没连上的一个人吧 我都记得你这名 对上一轮我是卡出去了 上一轮卡出去了 这一轮在高铁站里 你是不是敌方派来的间谍啊 你又不想连就别连行吗 咱们连麦能不能有点诚意啊 对因为我正好赶上了 你不行 你这个你找个安静点 你这太吵了啊 你这太吵了 我们实在是没办法 你连我整不会了都 我都心疼你们的钱 好不容易花了八百 好不容易上来排个队 结果呢 半天连不上 来 下一个来 喂 是我吗 是的 你好 哎 哈喽曲曲 很喜欢你 非常感谢这个机会 其实我有一并一咨询 但是就觉得曲曲 每次都能一增见血的 点出本质 所以还是想听听您的建议 可以听得见吗 可以 都可以 好那我就快去介绍一下我的问题和基本情况 可能语速比较快啊 请见谅 首先我的问题是 我如何定位自己在这段关系中的角色 或者说曲曲 您觉得他希望我是什么样的角色 我该如何做 如何开口 让这位男嘉宾给他的篮球买套房 我的基本情况是 今年36岁 超重年本的海归硕 目前知名企业工作稳定 超一线 有房 有车 有户口 之前有过明媒正确的围城关系 对方是老家的富二代 家里对对胖认识 认识不在一个层面上 所以后期我们就越来越没有话题 导致扯症 我就出过读书 有个粉球 和其的父亲关系很好 我们之间也很好 并没有思过 留学毕业回国后 我就回到超一线城市生活 通过朋友介绍认识 男儿也是我现在篮球的爸爸 比我大11岁 某上某市公司的高管 年入100到200个之间吧 扯过正有一个已经读高中的粉球 我们开始的很稀巴烂 我并没有正式确认过关系 我问过他几次 他说我们是灵魂伴侣什么鬼的 一开始我并没有告诉 我是前一段的围城和有关的情况 是任时半年的时间有了一次球 但是一发现我就告知他 并且也坦白了 我的上一段围城和有一个粉球 同时我也觉得自己不够坦白 稍微慢一点 然后声音大一点 免得别人听不清 所以我当时就在 我当时觉得自己不够坦白 所以我当时就在 什么都没有要求的情况下 就让他带我去夹了 这之后呢 我也想跟他就正经当朋友 因为很多身边的朋友也告知我 他就是不主动不拒绝 不负责的类型 而且啥也不付出 但是他不想让我走 我自己也不决断 所以就拉扯到现在 总而言之就是应证举举说的 他有更加有价值的稳定的关系 但是又不舍得抛下 可以低成本持有的我 就是这么简单 但我一开始不知道 也觉得他这么忙 应该没有时间搞这些 直到我又带球了一个月的时候 单产抓包三方开丝 那女的一开始特别强势 是以正问的身份问我你们什么关系 我说我有球了 他就直接疯了 后来据我所知 他应该是有谋 谋锁他 还到公司闹 导致他那段时间特别郁闷 他说他都抑郁了 他也把这一切都怪到我头上 也让我去夹娃娃 也和我说过狠狠的话 但是我也特别生气 我心想的 你要么补偿 我这样什么都不付出 算什么 后来在我母亲的协商下 他同一次性给三百 同时也愿意承担抚养义务 因为我们家自己实力还行 就算没有他 我也可以养得起这个娃 而且我也想要个篮球 但是已经知道是篮球了 所以就决定生下来 现在也已经两岁了 他也越来越重视这个篮球 到现在所有的衣服鞋子 奶粉都是他买的 各种节日生日 也邀请我母亲一起吃饭 庆贺也送礼给我的粉球 和我妈 该做的都做的比较到位吧 前阵子也带着我的两个球 和阿姨一家人去郊外玩了两天 目前我和他的关系 也缓和了很多 也有一个共同朋友的群 经常聊天 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如何定位 自己在这段关系中的角色 或者他希望我是什么样的角色 因为之前听过曲曲说 要比对方的定位退一步 第一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相关 就是我该怎么履行好 这个角色的工作 我该怎么做 来营造一个比较舒适的关系 之后可以怎么开口 让他给他这个lunch房买套房 这就是我最大的诉求 我想听听曲曲的建议 嗯 你 他现在一年的年收入是多少 嗯 嗯 100到200左右 有点 反正100是 哎 对 你这个关系 然后你俩 你俩是没这儿的对吧 对对对 你俩没这儿的这么个关系 这男的这收入有点低呀 收入太低了呀 嗯 然后他现在目前到现在为止 付出多少了 嗯 200 嗯 这么几年下来是吧 一共 嗯 对对对 你们那个地方的房子 买一套要多少呢 至少差不多800到1000吧 嗯 你的意思是让他付首付 对对 就我我可以跟他一起共同承担 嗯 他写在现在手上有有没有存款呢 有多少你知道吗 他其实现在没有太多的流动米 因为他都被某票就是 就是持有的是原始的那个 对 然后现在不是因为环境不好吗 嗯 哎 这男的基本盘也不太行啊 这男的基本盘 男的基本盘不太行 嗯 嗯 我觉得这个男的 主要是他自己没啥钱 所以你思考的这些问题吧 你说是哄啊还是跳啊 他都不是实质的问题 实质的问题是他自己手上实在是太缺了 没东西 他现在一共是几个 他现在一共是几个小孩 两个 一共两个小孩 那个是女孩 之前 对是的 已经读高中了 嗯 嗯 我觉得是你现在自己家里的情况还可以是吧 对的对的 我自己的话应该 呃 加资产应该有1800左右吧 你是怎么想不开 要跟这个男的做终生房东啊 对 因为就是 哎 啊 就是洗把烂吧 你知道吗 你这个典型的就叫做精力用的地方啊 他的投入回报比不成正比 你这个就是典型 你这个男的 你说你的时间跟精力放在什么地方不好 你放在一个 你放在一个出不来结果的突洋身上 你还要问我怎么能让他买到房啊 怎么能看待这段关系啊 你不觉得你有点蠢吗 嗯 你有必要吗 你多大呀 36 你36 你现在孩子也有了 你自己有工作吗 有有有 嗯 你自己工作年收入多少 嗯 不高 38 哎呦 你自己 你自己是这样子啊 如果说呢你要跟他哄你慢慢哄也可以 很多理由 比如说哎 这个小孩以后要上学 对吧 搞学区 学区算个理由吧 或者说他现在在某票里边 对不对 钱赔的很厉害 然后呢你就给他小自己情动之以理 就说其实这些东西都不靠谱 只有留下来的资产是实实在在靠谱的 你说以后这些东西儿子也留不住 你说万一他以后长大了是吧 你的米都赔完了 你也没法给他交代 该准备给他的东西还是得提前准备好 在你现在 这男的多大了 嗯 比我大11岁 这这男的 你说你现在是吧 也这么大年纪了 你还能干几年 你的这种收入情况还能维持几年 他一年这种收入 他是个什么高级打工仔 对对对对对 哎那更玩的 玩犊子 更玩犊子 那你就跟他说 你就说你们也知道 你们在就业市场里面的环境行情是什么样的 你说在过几年 你说你还有现在这个收入条件吗 你说你趁着现在手上有这个收入条件 你说好好的给儿子想一想 是不是赶紧把房子先落实了 别以后等他长大了 房子都没搞 搞这一套 然后你年纪也上去了 我们两个人到时候 孤苦伶仃流落大街 你就是跟他这样讲咯 但是我还是建议你啊 注意力啊 放对位子啊 你不行再去找一个 知道吧 你这是个什么东西嘛 嗯嗯 了解 那那曲曲您觉得他现在是怎么定位我的角色 定位你挺喜欢你的 挺爱你的 你就不知道价值挺高的 定位你啥呢 你要咋定位你 这男的也就这么个价值 嗯 他就这个水平 他搞这个事 他已经吃力的不得了了 他能怎么怎么看你 他不重视你 他再去重视别人 他还得有这个精力 还得有这个物质条件呢 他有吗 嗯 太一般了呀 嗯嗯嗯 了解 对 就一为一的老师是让我就是塑造 到家里的感官 让他觉得可以随时回来 然后呢 也让我千万不能让他知道我有新的感情关系 你现在有了吗 嗯 有 哦 那就好那就好 那还那还算 有没死透 你对新的感情关系是啥 有没有迷啊 没有就很正常 哎呦你这 哎 小姐啊 小姐啊 你一边在秃阳身上拔毛 一边再去找个秃阳 你是不是嫌子蛋疼啊 啊 你每天嫌子没事干是吧 那你好好搞好工作 你把你的年入三十搞成年入六十行不行 你是不是嫌子没啥干 嗯嗯嗯嗯嗯 哎呦我的妈呀 你们把我急死 我这样是给你们当妈 我的脑衣洗 一边抓这个秃阳 啊 搞不亲不熟的关系 在身上拔毛 另外一边 再找个又秃的蛮狠的 做消遣对象 你一生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嗯 嗯 嗯 但我们这个年纪没有什么 应该也没有什么 那可不是像 我们这比你年纪大的客户多多了 一个比你脑子清醒一万倍 嗯 总还有比你们年纪大的 总还有愿意付出的 总还有就好你们这口的 喜欢 喜欢这种有个娃的呀 知道啊 哎 是不是这这富那富的 别蛮喜欢 你们身上也有那个蠢劲 才知道的 是的 那太精明的别人还不喜欢 就你这傻不垃圾的那男的一看 哎 这女的真是不容易 遇到我 我拯救拯救他吧 就有男的会这种想法 对 就我现在的这个男生 他是不知道我其实有篮球的 嗯 我没有说 哎呦 你们的精力啊 全消耗在这些屁衣身上了 全消耗在这些鬼市上 你怎么上的 你还觉得很骄傲 人家不知道 知道了又怎么样呢 他又不能给你个啥 哎呀 就这样吧 谁到了 你继续去去去 你继续跟你的UV老师去公公吧 重新找 重新找 好不好 好的 就就就就 拜拜 拜拜 家里还有一千八百个的资产 每年还有三十万的收入 你不要男的 你也活得蛮潇洒 非要 这里整个包袱挂着 那里整个脚料 锁着 什么意思啊 你们到底 啊 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啊 想过过不想 不想活 别活了 干嘛呢 这是 每天整个自己活不起了一样的 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啊 西班牙的关系 不能带你跨越阶级的西班牙的关系 别搞 别搞 不能带你们跨越阶级的西班牙的关系 别搞 好不好 什么是西班牙的关系 非1v1关系 懂吗 非1对1的关系 统称西班牙的关系 有新的平台的宝宝看到我了是吧 不要惊讶 大家要适应 徐徐世光 无孔不入 好不好 大家适应一下 这样不是很开心吗 是不是 以后你们走到哪里 一下子能看到我 也不怕我走丢对吧 只要是有任何一个平台出现的时候 你们就会发现徐徐的脸在这里出现了 整个爱住 哈哈哈 来 那没有关注的宝宝怎么样点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的 加了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啊 呃这个呢是我 呃新出的我的首部作品啊 你就是光 我就是光 无孔不入啊 哈哈哈 然后大家那个 嗯 怕走丢的宝宝们啊 怕找不到区区的宝宝们 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找不到粉丝群的 找不到粉丝群的多找找 找不到粉丝群的多找找 来下一个来 写的很好 读完了 真的吗 那我会再接再厉的 我们以后抓紧出第二本 好不好 嗯 哈哈哈 哈喽 你好 你好 嗯 你好 能听到吗 哎呀 这把摄像头开了 哈哈哈 哈哈哈 你是要跟我面对面说话吗 不好意思 哈哈哈 没事没事没事 啊你可以把你的摄像头翻转出去 或者说你把它 怼在一个那个 一个东西上面 就看不见了 好 好 嗯 嗯这样子呢 是我因为我拿了一 我觉得我的牌还不错 但是我是恋爱脑 然后 希望曲曲 现在能够指点我一下 嗯 然后我的基本牌是这样子的 我跟男嘉宾是同岁 33 然后恋爱一年进入围城 然后三年半没有球 然后是他 父辈创业成功以后 我了解的大概是四五千个W 然后但是他从小胖嘛 家里面管的也比较严 然后 所以是被打压长大的 所以内心就又自卑又自大 然后想做出成绩呢 但是他的性格原因 他就又有点拒绝沟通 他在体制内工作 然后我是小城市出来的 在爸妈的帮助下 在一线城市定居的 家里面大概是一千多W吧 然后工作有一点光环比较稳定 颜值收拾完大概是六到七分吧 然后性格大大咧咧的 但是属于敏感多疑性的 然后呢我的这个男嘉宾 就是围城内的男嘉宾 在我学业上是给我很大帮助的 然后我们之前是 刚开始在围城内一年 就是状态都还可以 这就是你老公对吧 对 哎呀你 你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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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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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光明明媚震举的 咱们能说话能不能啊 坦坦荡一点 不需要藏力就是啥 然后后来就是他之前对我很好 然后进入围城没几天吧 我在他手他的老手机里面就是发现了 他有跟朋友PC的聊天记录 然后当时我就跟他摊白了 然后他跟我声力俱下的保证 就是再也不会了 但是那个时候也不太懂人性 也没有看到过曲曲 所以就对他就是没有一个类似于惩罚机制的东西 以至于我们现在每天就是经常闹不开心 他就会去YC 然后他加上这两年他就是学上受阻 他心态也比较失衡吧 然后加剧了我们关系的恶化 然后今天 你稍等一下下 稍等一下下 宝宝你暂停一下下啊 好你接收 然后今天4月份的时候因为去YC 然后又吵架了 然后我就回到我自己家住了 然后他刚开始还给我打电话发信息 后来就不联系了 然后现在就是我们俩一直是分居的状态 然后他就是老贵家不同的YC女转米啊 给人家买机票什么的 然后从我从家里搬出来以后 他的那个辣某条的朋友 就是做内行的朋友就一直住在他家 然后也跟他有生意往来 他到现在都没有没有从他家搬开 就一直住在他家 是男的女的 男的 然后上个月他说要重新考虑一下我们的关系 然后就重新建立一下关系 然后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不联系他呢 他就不理他就不理我 然后我不哄的他 他就是也不会回我 然后就是即使回复话也很少 要么就是表情包 然后前段时间就是我又发现他一夜里出去玩了 然后我其实非常难过 然后在第三天我就没找他两天没找他 然后第三天的时候我就没绷住给他打了电话 我就问他为什么我们说重新建立关系 但依然没有改变 然后他就我打了40分钟的电话吧 他就只说了三四句说让我聚焦 然后之后到现在从星期二打的电话吧 到现在也没有联系 反正他之前给我的承诺也都是没有兑现的 然后近半年我因为想要缓和关系 所以我的姿态都比较低嘛 也试探让他就是做提供一些情绪价值 因为我以前对他的态度确实不太好 然后我就尝试让他给我买东西什么的 他都说他没有米什么的 然后我也请他爸妈帮忙我们缓和我们的关系 包括我有时候找他晚上说喝酒吃饭 反正软硬都试过了 然后都不太行 然后他之前也说了说反正你又不是第一次提要扯证什么的 然后我现在这个状态就其实让我很痛苦 因为我是一个情感需求还比较大的 希望是有一个正常的婚姻和陪伴关系的 所以现在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 所以希望 曲曲能给我一个方向 因为我一般情况下 我是不是特别想要扯证的 然后分居的情况下 他朋友那个拉某条的朋友 他住到他家反正一直也没有离开 我现在想要怎么样能让他搬走 小姐啊 我告诉你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残酷的现实啊 就是这个男人永远达不成你的诉求 只要是他 那么你想要的那个诉求就永远达不成 你想要的正常的一对一的亲密关系 有温暖的有态度的有来有往的 这件事在你想要的这个特定对象身上 就是你老公身上永远达不成 这一生绝无可能 首先你要明白这件事 这个男的他是一个常年PC成性的人 他是对这个东西有深度的成隐性的 他不可能为了你去更改他的生活方式 绝无可能 唯一能够存在在他生命当中的婚姻形式是什么 是不管不顾不听不问 是这个 你做不到 明白吗 你们两个人对于亲密关系的认知完全不一样 他不可能达成你的想法 首先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你努力来努力过去 经营来经营过去 到底往哪个方向在走 你的终局是什么 然后你再来想 你是 到底是放弃这个事 走出执念 去寻找一个能吻和你诉求的人 还是说 你变成他想要的那个样子 不听不管不闻不顾 你只有这两条路可以走啊 我应该没有办法做到不听不管不顾 对啊 所以说自己认清自己认清他 我跟你说啊 你就是找错人了嘛 明摆着就是找错人了嘛 对不对 这种男的 我不知道他一年 他又给不了你什么米 对吧 他给不了你什么东西 你对情感的诉求又大 他无论是哪一头 他都达不到你的需求上 因为他以前就是 包括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 其实他后 我是后来才知道 他有一段时间是真的为我就是 再也没有进过那个场所 但是我是 因为我是 发现了一次 我因为我很多疑嘛 发现了一次 我就再也不相信他了 我告诉你啊 他从来都没有 改过 他只是 有的时候藏的比较好 有的时候藏的不那么好 但是在你的严密的监控之下 他无论如何 和他的藏不好 所以他一定会被你发现 并不是他改过 是你没发现 明白吗 那我如果要跟他一起的话 就只能变成那个样子 对的 因为这个世界上 确确实实也有很多的婚姻关系 他们是这样的 就是女的也想开了 可能他图这个男的点什么 对吧 哄着他玩呗 找他要米呗对不对 只要你只要你给我米 我就天天让你出去玩 你想干嘛干嘛 我啥都不管 有一类是这样的咯 反正女的对男的也没有爱 没有所谓的占有欲 他就想让他作为一个移动ATM 那你要是做不到 你想要爱 想要占有 想要一对一 这男的永恒达不成 此生不可能 嗯 那曲曲如果说这种情况的话 呃 我要怎么办呢 因为 这种我已经很 就是从二周二打完电话 我建议你 就是当机立断 离开 这个就是我的建议 不要坚守自己的执念 越 时间越长 越痛苦 你不过就是不断的在一次又一次的这个 事实当中 不断的验证我今天跟你说的话 仅此而已 除了耽误时间 没有任何意义 我可以把这个话放这儿 那曲曲我是直接跟他提吗 因为我 就直接走程序就好了 直接走程序就好了 因为我跟他说 我之前也提过 然后他的 他总是跟我说没有空 然后我说 只要你够坚定 这事就没有办不了的 一切的一切都是出在 你自己其实压根就不坚定 你提 你每次后撤 你都是希望他挽救 这个是你的 你的希望 你说是在说我拜拜吧 拜拜吧 但其实你内心是 你回来找我吧 回来找我吧 回来求我吧 所以说你最后是搞不成吧 那如果 如果曲曲 我知道 我有点恋爱呢 就是如果说曲曲 我说我 我现在如果说 如果说 晚回的话 我要 这么做吗 我说了啊 变成他要的那一种啊 那就不存在晚不晚回啊 他 开心得不得了 我给过你啊 两种路径我都给过你了 对不对 好的 拜拜 谢谢 拜拜 这就是你们在一段关系当中的时候执念很深嘛 对不对 我告诉你们 时间会改变一切 时间会治愈一切 知道吗 你们呢 你们呢 真的要相信时间的力量 在当下 你的所有的执念 都是因为 时间没到 时间到了 所有的东西都 不算 不算 不算什么了 你就把当下这个痛苦熬过去 知道吗 该做断舍离的人 一分钟都不要让他消耗你的生命 你可能这段时间 你会觉得很痛苦 很煎熬 内心很 很破碎 但是再怎么样 这个 都是暂时的 三个月到顶了 我说多了 知道吧 三个月我都说多了 你不看我的直播 可能得一年半 你看我的直播 三个月到顶 你绝对就从这个错误的关系里面 彻底的 你就想明白了 只要你敢做出断舍离这一步 告诉自己 死不回头 你再看我直播 三个月 绝对烟消云散 一干二净 知道吗 你以为要很久 但是你不解决 不出来 我告诉你 三十年都不够你耗的 你不走出这个错误的 关系生活状态 你不拯救自己 一步步走出来 多少女人在这样的错误里面 耗了一生 一生都在责备 一生都在怨对 一生都在恨 对不对 一生就希望搞个赢 越是想赢 越是输 对吧 因为只有你一个人在爱 只有你一个人在爱来爱去 那男的从头到尾他都没有爱 你说你怎么赢 你告诉我你怎么赢 你天天想着感动天感动地 我要感动他 我要感化他 没有 你除了把自己熬老了 你啥也没干 啥也做不到 你除了把自己熬老了 你只干得了这一件事 知道吗 再大的痛苦熬过去 断舍离 这个就是最正确的 最最最正确的决定 没有比这个更正确的 你要是再结合一点 我再找几个 找几个网友聊一下呀 是吧 找找爱情的感觉 可能三个月都不到 一个半月可能就走出走出去了 两个月就走出去了 真的 困难呢 在当下看起来无限大 其实真正当你去迎面直面他 的时候 他很快很快很快就缩小了 但是人要勇敢呢 尤其是女女生 你们要勇敢呢 你们不勇敢的话 就永远被别人踩着走 来当没有关注的老婆 走上点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的 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 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 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这个是我的首部作品 你就是光 然后呢 大家怕跟曲曲走丢的宝宝们 左上角头像点点点 看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啊 来下一个来 哈喽 哈喽你好 我去说 听得到了吗 听得到你说 啊我想咨询一下曲曲 就是对我和男嘉宾感情的建议 要不要再继续这段练情 嗯嗯 我是02年 普通阿尔本 以前直播粤军四五个W 男嘉宾86年 自材一个小目标左右 男嘉宾是我以前绑一大哥 我们以前 我们认识一年 在一起大半年 付出了100W左右 在一起以后 我发现他控制欲很强 有点属于黄金男 但我以前不懂这些 就是很任性 也不会提供情绪价值 导致他对我非常缺乏安全感 有认为我只吐他的米 吵架的时候 也经常拿这个事情说是 说我根本就不爱他 欺骗他感情啥的 后来我也感觉到 他对我越来越不尊重 不考虑我的感受 然后因为口罩 他他今年公司情况也不是很好 买车也搁置了 就从一开始 每个月十几 到现在就两三个 有时候我有情绪的话 他反而会倒打一耙 就说因为米给少了 所以我才这样 然后我们是异地的情况 每晚视频通话 就几乎没什么私人空间 比如我出去吃饭 都会拍个视频 这样子 他也是这样子 他这样要求我 然后有段时间 我非常内耗 有尝试过段年 他就用怀疑我 批岔威胁我 和他保持联系 否则就让我怀米之类的 然后隔天又开始 嘘寒问暖哄我 我们双方都很累 但是很明显 他就是不愿意放手 我说了分手 但是他同意了 隔天又开始 找我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特别宠我 对我很好 分开了我们俩就 互相折磨 我现在就很纠结 还要不要 你是不是跟这男的 在一起的时候 感觉自己跟那个 穷瑶剧里面女主角 是吧 啊 啊 感觉自己 哇塞 好有存在感 是吧 我就是那个穷瑶阿姨 比较的女主角呀 啊 跟一个男人 啊 要死要活呀 是吧 两个人爱的死去活来呀 生离死别呀 天真公搞这呢 你多大年纪啊 我02年21 21岁没事干了是吧 是不是没事干了 嗯 你找这男的是为啥的 嗯 当时 子风说的是我绑一 后来我们见面了 又因为 跟我前男友的一些原因 就后来就 你就你就 你就告诉我 是不是觉得这男的有米 能不能给你付出 算是 这个是不是发心 是不是起点 是的 是不是组合心诉求 对 那不就起了 组合心诉求 达不成了怎么样 这关系还要干什么 我们说我们 要不要继续一段关系 只需要看一个点 就叫做组合心诉求 能否达成 组合心诉求能达成 边缘化诉求可以忽略 组合心诉求答 答不成了 所有有任何能达成的 边缘化诉求 全部都在烟雾蛋 那全都是让我脑子 变得稀里糊涂的 不要知道吧 组合心诉求不能达成了 这个人就没有价值了 嗯 我现在就只 他现在是情况不好 那 他情况不好关你什么事呢 关你什么事 你要跟他干嘛 你要跟你是夫妻吗 你要同甘共苦吗 你要共患难吗 你要等他东山再起吗 他是抱着扯针的那种 怎么呢 怎么呢就是前面 我跟你讲啊 这男的什么前面 每个月花十几 什么现在每个月被二 以后就每个月变5K 知道吧 他后面说不定 还把前面给你的 再往回掏点 知道吗 嗯 他多大啊 他多大啊 他多大 和他 他8637 8637 还说他想跟你扯 还想往扯针的方向走 我建议你啊 看看脑子 好不好 我建议你看个脑子啊 21岁的女孩子 青春无限大好 既然是出来做主播 就是为了证明 对不对 嗯 好好想想自己 要把自己的时间跟青春 用在什么样的地方 别搞这些鬼 越来越低成本 越来越低成本 说明这男的本来也不咋有 听得懂吗 嗯明白了 他一边要不停的占有你 不停的占有你的时间 不停的占有你的注意力 不停的管束你 对吧 不停的冤枉你 对不对 一边 嗯 逐渐的不花米 是不是这个行为 我说的有没有问题 嗯 什么是 什么那个 什么是态度啊 什么是态度 什么是目的 什么是态度 不知道 不知道 你个稀巴烂的 下去学习啊 下去学习 金贵的关系等着你啊 语言是目的 行为是态度 懂吗 嗯 他所有的那些说来说 语言什么这个那那的 真的都是P某A 他的行为很简单 不断持有对不对 这个是他行为 他叫持有你对吧 不让你走 不让你走 这个是不是他的行为 嗯 他是在干嘛 他是在进入低成本持有模式 懂了吗 可是他老师跟我讲 现在情况确实很不好 关你什么事 你要去思索他的因呐 你分辨不了的 你才21岁 你多大了 02年什么 你21岁 你没有那个智慧 分辨这个男的跟你说的是真是假 懂吗 嗯嗯嗯 所以这些东西不予考虑 我无法分辨的东西 我不考虑 你一考虑 一考虑一个跟头 一考虑一个坑 这男的给你一画一个坑 你一个一个跳 懂不懂 不考虑 不需要思索 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 我说语言是什么 语言是目的 他说的任何一句话 只能代表他的目的 他的目的就是想低成本持有 听懂了吗 嗯 这个就是他的目的 你不用去思索 他语言里边到底哪句是真的 哪句是假的 那玩意你你思考不了 我们都要是去思考那个东西的话 你就遇到多大的骗子 你都得被人骗 懂吗 嗯 只看他在做什么 只看他在做什么 他动作叫做低成本持有 啊 那如果我回去直播之后 他还想再跟我继续怎么样 彻底断联 听得懂吗 不要来往 刷礼物什么的也不要再 他刷他的呗 他刷他的呗 他刷的礼物他能要的回去 你让他要个试试 嗯 他爱刷刷他的呗 你管他干什么 那我也不搭理他了 嗯 记住你出来是干什么的 我再说一遍啊 记住你出来是干什么的 记住你找男人是干什么的 好 因为我本来感觉跟他进入 围城的可能性还挺大 没我习惯呢 八八七三十六七岁的人了吧 八几的 你才二十一你要跟他进围城 你进围城 你进围城 是这样子的 我 我跟他 就是 见面之后 没多久他就把快乐症给扯了 他就说说 就把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啊 你记住了啊 你们给我记住了啊 你们给我记住了 没有一个男人 是为了你扯的快乐症 你给我记住了 嗯 有没有你他都得扯 听得懂吗 你来了 你只不过正巧这个时候出现了 而已 嗯 别自己往自己脑袋上扣屎盆子 好吧 好的 嗯 拜拜 谢谢 越稀巴烂的越不学习 我就说你呢 是不是越 越稀巴烂的越不学习 哎 小姐们 小姐们 各位小姐们 咱们能不能不要高估自己 我给大家一个 我就劝劝大家 好不好 咱们就是说 能不能不要高估自己 什么叫高估自己啊 你觉得那男的怎么 一看到你 欲罢不能 一眼万年 非你不可 一见钟情 哈哈 是吧 然后呢 啥也别要了 就你了 就双向奔赴了 我求求 我求求 你们能不能不要把男人想的啊 呵呵 这么的光芒万丈啊 啊 你们能不能不要这样 你知道 婚姻是什么吗 这些男人在结婚的时候 他都叫权衡利弊的结果 懂不懂 结婚 他也是权衡利弊的结果 离开这段婚姻 他也是权衡利弊的结果 好不好 从来没有什么东西 是因为你一个人的原因造成的 他早就不想要了 他早就觉得那个婚姻没价值了 这个时候 他本来吧 觉得想扯 但是呢 没有一个动力 明白吧 想扯 没有一个说法 是吧 推动不了自己 这个临门一脚啊 他踏不出去 这个时候 遇到你了 瞌睡遇到了枕头 是不是瞌睡遇到枕头 然后扯了 还有的男人拿的是假证啊 我还不知道他拿的真证假证 说不定还是假证 假证呢 还还占一大部分 就算他拿的是个真证 你以为是为了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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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他睡的 已经要睡不行了 他眼睛都睁不开了 你这剩个枕头 知道啊 你那枕头一来 他终于 终于就倒下去了 你就属于那个瞌睡遇到枕头 天天把自己 你们就觉得自己是人群当中 独一无二那个 不骗你骗谁 不把你骗 骗得团团转 你21岁 你跟他老油条玩 你玩得过 还在跟我纠结什么 行情不好 这不好 那不好 十几个W了 变成什么 两个W 回头再变成2K 我看你还给他找理由 来当没有关注的话 我早上点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 再加个粉丝牌 今天是周几啊 竟然有人说今天是周五 姐妹醒醒 姐妹醒醒啊 好吧 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啊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 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 好不好 然后那个 这个是我的首部作品 就是光啊 大家如果还没有的宝宝 嗯 我只说前半句 然后那个如果怕走丢的啊 各位怕跟曲曲走丢的 左上角头现在点开 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好不好 好 来下一个来 怎么不挂购物车 我不知道 我也不会搞 反正挂了就挂了 没挂就没挂 我也搞不清楚 哈喽 哈喽你好 喂 你好 你说哈喽 你听见吗 听见到你说 你好 亲爱的曲曲女士 你好 今天很荣幸能跟你连麦 嗯 然后我今天的主要问题 刚 sorry 对不起啊 嗯 我刚刚听了你前面一个故事 我觉得好像突然已经 帮我回答了啊 但是我还是先说一下我的问题 我的主要情况啊 嗯 嗯 今天我的主要问题就是想请去去 帮我分析一下和这位男嘉宾之后 该怎么相处 嗯 我先说一下我的基本情况 我今年三十八 超一线的土著 学历是二一一本科 个人资产一千多个 除过快乐症 有一个十岁的女宝 外贸的话 从小到大都是班花校花 这样子的 嗯 没有缺过追求者 然后现在这位男嘉宾 今年四十 年收入两百 在一起一年半 对我不论从物质 情绪十年半 各方面都付出了能付出的所有 不过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她还在围城内 也有一个女宝 因为她们之前关系不好 一直分居着 然后主要是那个女生 要比我小很多 小一轮 她才二十五六岁 那其实呢 我对围城已经完全没有执念了 但是在这期间 她就强烈的表现出 要和我一直走下去的意愿 而且希望我们之后能DIY一个篮球 那拉扯情绪的时候 我也说过自己很委屈之类的话 那事情的转折点就在前两个月 我其实是真的觉得这段关系 没有继续下去的意义 就和她提出分手 她觉得是因为她自己还在围城内 我接受不了 所以去跟那个女生提了扯快乐症 那那个女生也极力挽回 意思是为了孩子好好过 也愿意为她再DIY一个男孩 但是她还是毅然决然的和她扯了快乐症 那这事发生以后 我心里一下子就慌了 因为我觉得自己根本很难 和一个人长期相处 而且因为我之前带自己的娃 已经心里憔悴了 而且年纪也已经到了这个年纪 不想再生娃了 那我在她们冷静期一个月的时间内 跟她说了几次让她不要扯 我说你们好好过 毕竟那个女孩还那么年轻 也好生养 我说我们就开心的相处就行了 她说她不能碰了我再碰别人 虽然她说很多男的可能觉得 家里外面都有是最好的 但是她做不到 她说只想和我好好走下去 所以现在已经拿了快乐症了 可是我真的突然就好害怕 就因为我不想再进围城 也不想生娃 但是我知道她是一个会对我和家庭 非常好的男人 那我现在就很迷茫 一方面我现在已经这个年纪了 能碰到一个这样品格的男人也不容易 可是另一方面 我还是很享受单身的这种状态和生活 所以想请去去帮我分析一下 分析啥呀 我们的口号是啥你知道吗 一切为我所用 一切为我赋能 一切为我赋能 词得好 说得好 一切为我所用 一切为我赋能 什么是最重要的 你 我 你 都是你们在外面瞎说 把我名声都搞坏了 我是这样的人吗 我说我是最重要的 不是你是最重要的 什么玩意儿 对的 你说的都对 我是最重要的吗 你不想就不用思考 懂吗 嗯 你不想 就说明一定有些东西 没有打中你的诉求 就是 之前其实像 我觉得我这个人是有问题的 就是我好像对那种 一到一年多 我可能每次恋爱都是 几个月以后我就不行了 就突然之间 就对这个人会 嗯 没有问题 你听我说 没有问题 你是什么样的 都是合理的 都是可以的 只要你自己能自洽 别人 评判你一二三四五 那个东西没有意义 只有你自己的感受 是可以被参考的 有参考的价值的 你很清晰 你非常清晰 就说我好我害怕 我天天在害怕 天天在害怕 哎呀他要扯我也害怕 他要跟我好我害怕 你害怕 你搞个毛线 你搞 对啊 就说明你不想啊 你不想 那么就不要被压迫 我告诉你 即使是一个男人的爱 也有可能是一种压迫 也有可能是一种逼迫 明白吗 不是说不是说啊 因为是爱就是代表了什么呢 代表了他的付出 代表了什么 我告诉你啊 你们知道这个世界上 有一类人 他们会用啊 一些很极端的手段 对吧 挽回 你要跟我分 我怎么的 然后呢很多人 他们就会认为哇 这个人爱我爱的命 都不要了 是吧 但实际上 在这个动作背后 他反射出的逻辑是什么 是胁迫逻辑 懂吗 他其实是个胁迫逻辑 他是在用自己的生命 和情绪 胁迫对方 做出对方 不想要的选择 对 然后我跟他说这个情况 他就 他就当没听到 他说 不管你怎么对我 他说 我至少把我自己 该做的事情做好 他说 不管你怎么想 但是 但是然后 你知道吗 就那天 都到了三十 三十天 那天他要去拿针的时候 我还在拉着他 不让他去 但是他说 他说不管怎么样 我这针一定要拿下来 然后 然后拿好以后 就他就当 没有发生过 他就继续 就说我们还是好好在一起 就以前的事情 就不要再去想了 我们就自己好好把我们以后的小家庭给 给经营好 然后 然后 就憧憬了很多很多 对于未来的一种想象 嗯 但是我心里面就 我想问一下 您这男子在一起多长时间 他是怎么付出的 你是怎么付出的 嗯 嗯 一年半 然后我 我什么都没有付出 然后他付出了200多个 嗯 然后他不买礼物 他说 你喜欢什么 你自己去买 他说 嗯 嗯 对 就这样子 嗯 然后因为他自己一年就只赚200个 他就把自己 生活必须的钱拿出来以后 其他钱他都给我了 嗯 就这样 这样不挺好吗 记得了这个 什么呀呀 行不行 他明年就要跟我去DIY了说 你 你不想要是不是 对 不想要就不做 有什么不行的 有什么不行的 你就觉得心里面 对不起他 他就觉得他已经付出那么多了 你看你看你看 这个就是你自己给自己套的陷阱 知道吗 他要为他自己的选择买单 他是个成年人 他是一个成年人 他要为他自己的选择买单 如果他上了赌桌 他就要接受 他有可能赢 有可能输 对 因为其实如果 不是因为这个要小孩这个诉求的话 我还是愿意跟他 嗯 就是正常的相处的 但是 你就处理了就完了 不想要就是不想要 就是不想要 懂吗 我告诉你啊 你不要减糊 你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因为太减糊了 你老磨叽什么呢 你老在那磨叽 他说我对你没有任何的 对啊 可以啊 你闭嘴 你别说话 你别说话 他任何时候他提诉 你就说这个我不想 我不愿意 结束 你磨叽什么 有说过 我说好好考虑考虑 考虑 考虑完了 考虑完了 考虑完了咋 请考虑 考虑完了 我不要 这是我考虑的结果 你磨叽什么 你黏糊什么 你磨磨叽叽点点呼呼 就是别人压榨你的空间 好吧 除非你也很需要这张长期饭票 那就按他的来 如果你觉得无所谓 我也没有很要这张长期饭票 那就按你的来 对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可以 就是我一个人过也很开心 然后我也不缺 那就行 按你的来 我再说一遍 好吧 别磨叽 别磨叽 蛮烦人 别磨叽 好的好的 就这样 好的好的 拜拜 拜拜 你们就是这样的 你那呼呼呼呼唰唧唧 茶不茶 我就问你们茶不茶 那些绿茶都是这样的 是吧 那男的 那男的每次要追求他 他就 我再考虑考虑 我再想想 我最近工作很忙 是吧 然后死都不说 我不喜欢你 我不想跟你好 我身边有个姑娘 我身边有个姑娘 就是这样的 他一点不觉得这样有什么问题 就有个男生一直追他 一直追他 一直喜欢他 然后每次约他呢 他都去 每次约他呢 他都去 知道吧 每次说要跟他谈恋爱吧 他这个那个吧 他就说 嗯 可是你的 你可是你 后面就要去别的地方了 可是你后面就要搞别的工作了 可是我妈说 我得找个买房子的 可是这个 就他永远都在拿一些 各种各样的调调管理由 然后让别人觉得什么 哦 你是不是在告诉我 我做到这样你就可以 我做到那样你就可以 听得懂我意思吗 你们这个话 他翻译过来是什么 哦 你要去外地了 是不是我不去外地就可以 是不是我不去外地就可以 他说 可是我妈说要男的要买房子 是不是我买了房子就可以 其实他压根不是这意思 他就是他就是从头到尾 他就不喜欢 他觉得他根本就跟那男的气场不合 他就不喜欢那男的 但是别人每次约他他都去 别人送他礼物他都收 完了以后 完了以后就每次他就扯淡那些理由 我说你为什么就不能跟他说 你不喜欢他呢 我说你为什么就人家约你的时候你就不能拒绝 你就不能不去呢 他说可是拒绝了他下次还是会约我的呀 我说那你就一直不去不行吗 可是那样不太好吧 大家都是朋友 大家都是朋友 这样会不会不礼貌啊 他就跟我整撤出知道吧 我说你为什么就不能够跟他说 你不喜欢他他不是你喜欢的类型 你们两个人就做朋友可以 谈恋爱不行你为什么不能这么告他呢 啊这样说吗 我从来没有这样跟男生说过 我觉得这样的话很伤人 我说你这样一直耽误别人的时间 一直给别人期待 然后让别人觉得这件事一直是有可能的 你不耽误时间吗 你你你你这不伤害别人吗 他说可是我觉得我这个样子他就应该懂了呀 他就应该懂了呀 你们说这个这个逻辑是不是很吻合他刚刚这个状态 是不是很吻合你默契什么 你不想搞就不要搞对吧 你一边说啊 那男的说我们搞球啊 我考虑考虑 是吧 如果那男的说哎我想跟你我想跟你在一起 他明明心里他不想要跟别人结婚 他说出来的不是我不结婚 他说出来的是可是你还在为内呢 对不对他一定是这样的呀 所以这男的他就想着那我去解决问题了 我首先是把啊什么 那我去把我我维生问题解决掉了 我这个问题解决了 那个问题解决了 对吧 那是不是你就能 你因为你考虑嘛 那你你我把我问题都解决了 你是不是能考虑考虑明白了 所以说你们就老是 查里查气的 是不是查里查气的 你要是说真的是图这个人点什么 你查了就查了 那你也要认呢 查了你也要认呢 对不对 你也要说呀那是啊 那我怕他 我一拒绝他他跑了呀 那你这么说 我敬佩你 对不对 你就直接跟我说 我这么直接拒绝他 那他不跑了吗 我不得先把他呼着 你要这么聊 那我也觉得你你挺厉害 你是个人物知道吧 最怕的就是你啥都干了 是吧 啥好处都得了 最后搞一个我不是这么想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就聊不下去 是吧 那我们就真聊不下去 好吧 大家就坦然面对自己 查就查 好吧 我就是这样的 我就是因为怕他跑了 我就是想站着他这点好 你到底是不是 如果你不是 你就按我说的 我搞不了这个事 我确实搞不了 我不想再有小孩了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再有小孩了 你能接受你就跟我在一起 我这辈子不可能再结婚了 我这辈子不可能再有小孩了 今天我跟你说这话 你就一比一够配给这个男的 你就跟他说 我这一生我都不想再结婚了 我也不想再要小孩了 但是我很喜欢你 我还愿意跟你在一起 如果在这个前提下 你愿不愿意跟我在一起 你考虑考虑 把困难的事情让给他呀 对吧 让他做决定啊 你给人充分的人权行不行 让别人做选择行不行 对吧 你就按我说的这么说 不要用你自己那一套 好吧 大家没有关注 关注的宝宝 走上点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的 加了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 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 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然后怕跟曲曲走丢 怕找不到我的直播间的宝宝们 左上角 头下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 我们下播以后来回复你们 之前关注的号没了 没了就没了呗 没号没了 人还在呀 对不对 号没了怕什么呢 嗯 来下来 哈喽你好 喂你好曲曲 呃整算正常了 对吧 哦现在安静了吗 嗯 不好意思 我先说一下我的基本盘 我是170 长相7分 我跟男嘉宾是在新一线城市的 YC认识的 然后男嘉宾的情况是年入三四百 然后自拆几千W 是一线城市的高级打工人 我们在一起一年半了 十点半非常和谐 之前之前每个月没有给固定生活费的时候 还可以上班差不多是月入十六W左右吧 然后他现在是一个月给我五W 然后不算节日礼物 算节日礼物的话可能平均一个月七八W吧 嗯 他也知道他给我的mew我自己上班真的多 然后一开始还跟我说我想上班去上班 然后但是所以后来随着这个感情越来越好 然后我一说要去上班他又跟我闹 但是我觉得现在生活费有点太少了 不过有一点好处就是他可以提供这个高情绪价值 我们相处非常愉快 然后还说可以出六十W帮我创业做生意 但是我也没什么资源项目 然后他也不能给我提供 嗯 嗯两三年后就是我有出国读书的打算 他也说可以帮我就是出国 他平时出国出差的时候也会带我玩 我主要是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怎么提高生活费 我之前提了好几次这个事情 我感觉他实力确实也有限 然后我每次跟他说如果要是不给我提提高这个生活费 我就想去上班 然后他就是又跟我赌气 然后又又哭又闹那种的 他晚上就是也会给我打电话或者视频这样的 我也不太可能偷偷去 第二种 第二个问题就是 他要是给我创业的米怎么下来 他如果要是我要创业的话 他会有那种要求明确的那种创业计划书才会给米的那种 问题就是这两个 你创个毛的夜 你能创业 你觉得你不能这句话说的挺对 你不能创业你创个鬼的夜 你还要别人给米你创业 还不如给米你买房呢 给米创业 创沟里的去了 你们能不能行啊 我每天都要问一百遍这个问题 你们到底是出来干啥来了 到底是出来干啥来了 相处太愉快了 那我告诉你 你过不了这个最最浅显的情观 你这辈子就拿不到物质上的大结果 那你就一眼把你这个命看死 对不对 我就是个凡夫俗子 我就是个俗的不能再俗的 有七情六欲 只想追逐七情六欲的小女子 我就是混吃等死完事 这男的给的不多 但是呢我也够花 就这样吧 你就这么跟自己做对话 做思想工作 你也别想着要更多 你也别想着还还还还回头 能跟你给个什么 搞个什么财富自由 那不可能 好不好 就是他也提过后面几个月 他有个副业下来 会再给我长两三W这个样子 你自己上班一个月挣十六 这男的一个月给你七到八 涨两个也就是十 这个账是个人都算得过来吧 我也不是说非要让你去上这个班 但问题是你总不能被这个人捆住了手 我找这个是基本面 明白吗 你也别盘什么生活费的 直接告诉他 你说到今年十二月份 你说你给我买个什么 搞个大劲 你就说这个到位了 我也就把心放在肚子里 我知道 反正你肯定会为我负责的 那后面我就跟你好着 如果不行 你说这个班 我是一定得去上 就这样 等到今天十二月份 你如果 我告诉你一个简单的道理啊 如果一个人通过向你施压情绪 就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请问他为什么还要付出真金白银呢 你仔细思考一下我跟你说的这句话 嗯 然后说他十点半太厉害一下 跟我整懵了 那我说了的 那就是第一我跟你说了呀 那我就是个凡人 我就是个俗人 我成不了什么大气候 我认清我自己 嗯 那我就是 嗯 比如说今年年底之前 然后管他要一个大件 如果这个大件下来的话 我就可以继续这样跟他在一起 如果要是他没下来 我就该怎样怎样是吧 该怎样怎样 这也不是一个口号啊小姐 嗯 但是我们这个关系要彻底断了之后 然后 嗯 还是可以同时 我一边想办一遍 不是彻底断 是围绕你的目标来 他来配合你 他配合不了他自己走 他配合得了 他就配合 他配合不了他就走 听得懂吗 嗯 听得懂 你上你的班 他愿意配合 就好好配合 他配合不了 就再见 嗯 明白了 我非要接他电话 我非要接他电话 我非要接他视频 我非要回他信息 嗯 哦明白了 嗯 有问题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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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觉得十分钟 有人说八百十分钟 十分钟 十分钟够了 十分钟 十分钟够了 知道吧 就你们这江湖脑子 说来说去 就那么点鬼事 还要多长时间呢 说长了时间 把人都说 说的 烦的呀 那个头发都要竖起来 知道吧 真的 一个人给十分钟 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我告诉你们 真的 我是不是跟你们讲了的 绝大部分啊 百分之九十九的女人 百分之九十九的女人 都以为自己在图钱 其实呢 个个都在图爱 对不对 百分之九十九的男人呢 他们说自己图爱 其他才是图钱 你现在给男人两个选项 一个是 肤白貌美大长腿 一个是 牛逼的岳父 你看他选哪一个 你看他选哪一个 他傻吗 一个牛逼的岳父 可以给他换了一千个 肤白貌美大长腿 他账不会算 这就是男人的本质 跟你们 这姑娘婆婆 完全不行 我们有的时候说啊 做女性事业 我们想摇旗呐喊 想要带着一帮女性啊 冲出来 是不是 想让大家掌握这个世界上的 话语权 地位 角色权 好难哦 感觉自己好无力 真的 真的好无力 动不动的 哎呀 我要谈恋爱去了 是吧 动不动的 哎我要去结婚了 动不动的 哎呀我要为这个男人 我要 我要死要活了 再简单的选项 放在你们面前 都不会选 因为你们永远都要被自己 那个情情爱爱所左右 所千拜 对不对 但是其实像这样的选项 放在男人面前 他可会选了 他特别特别会选 而他一定会坚定不移的 选出来 你们就是 求着求着求着 说着图米 图着图着图 图什么去了 图感情去了 图着图着图 图十点慢去了 图着图那 图了一大圈 最后忘了 我干嘛来了 我干嘛来了 我 是吧 主打就是个莫名其妙 到最后 殊途同归 是不是 到最后 别管他冲出来的时候啊 搞得好像张牙舞爪的 哎蛮吓人 震仗蛮大 到最后 都是殊途同归 恋爱脑 是不是 到最后都是恋爱脑 我真是恨铁不成钢 我再说一遍啊 就是刚才我讲的一个点 也是我们经常说的一个知识点 对不对 你们不要总是被别人的情绪压迫 做选择 因为当一个人的情绪 能够压迫你做选择的时候 他就不需要付出真心满盈了 对吧 当他 当他说 你不准跟别人拿的 YES 哦不准啊 好好那就不搞了 当他说 我给你打视频 你为什么不接 哦 我要接啊 好好好 我就接吧 是吧 当他说 你不可以去上班 你跟我在 你去上班 我不行 我爱你啊 你为什么背叛我 如果他这么搞 你就不上班了 不上班了 我回来了 那么也就是说 他只需要向你施加情绪 对不对 就可以达到他的目的 是不是 那么请问他为什么还要付出真心满盈呢 今天如果你去一个店里头买东西 只要你在店里头撒不打滚 店里头就能把那个包给你 你还会再刷卡吗 啊 你去那个店里的撒不打滚 他就给你拿走 你还刷不刷卡 我就问你 如果那个店里面能让你吃霸王餐 说今天你抽了个霸王餐 你还吃了那个霸王餐 就是觉得那个霸王餐真的很美味 真的很好吃 硬少把今天那个单买了吗 你会吗 你会不会 对不对 就这个道理啊 所以当你已经因为对方的情绪施压 语言情绪这些东西 然后就达成了他的目的 你就不用再来问我 拒拒他为什么不给我涨收费啊 为什么他承诺的物质不对线呢 他为什么要兑现 你应该问问 他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兑现 是钱没点花吗 对不对 钱放在口袋里的咬 咬他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道理 如果你想要对方的真心白银 那么你就不要因为他的情绪推动做决策 对吧 那么就只有一个东西能推动你的决策 什么东西 真心 对不对 真心 真心 来到没有关注的吧 我走上点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 就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 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然后这个呢是我的第一部作品啊 你就是光 这本书呢 主要是讲的我自己从小到大的一些经历 故事 反思 领悟 好不好分享给大家 然后大家怕走丢 怕跟曲曲走丢的网友们啊 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啊 来下一个 哎曲曲好 哎你好 我我是我现在这个呢是个大佬 然后我们在一起有两年了 然后花了一千个W 然后就是这一年我发现他还有另外一个女嘉宾 现在我们两个关系就搞得挺不好的 然后我们现在的问题呢 就是第一个他心里面怀疑我不忠 但是表面上特别信任我 然后就是第二个觉得我对他不真心 其实我对他挺真心的 我不可是不知道是不是我的一些行为 还是怎么样 让他觉得我只是就是为了他的米什么的 然后我这一年发现他好像有另外一个女嘉宾的时候 我就一直怀疑他然后查他嘛 他之前是极力否认的 然后我 然后我也没有什么实锤 然后后来有一次就是 我去上课的时候就 就先上线下那个斯密克第二天 他觉得我是去见人了 然后他第二天以后他就转账给了那个女嘉宾 这个是我后来发现的 然后然后现在两个人都心知肚明 但是没有触破这个事情 然后我就是有反复嘛 然后我就想走 然后又又舍不得 我后车以后他又会反扑 但是我没有把握好分寸 跟我台阶下的时候我没下 嗯 然后后来算是我认输吧 这反复好几次 现在他没有那么怕了 而且那边是知道我的 而且他在逼他做二选一 但我感觉他还是想选择我这边多一点 因为我这边硬价值要比他高一点 但是我没忍住 总是情绪上就是没忍住 搞点事情出来 他又偏向那边 然后我公开又没有怎么给他面子 然后他很很生气 然后最后最近一次见面 他对我的态度就很差 他觉得在我这里 被我治了被我整治了 然后就故意想给我发现 把手机放在我面前 但我没有看 我就装作不知道 然后我感觉他这一次想给我发现 是想跟我断了 但是考虑来考虑去还是没有断 我觉得 嗯 哈喽 嗯 现在好了吗 嗯 哈喽 但是那边一撤退他也慌 嗯 不过我觉得他对那边更 比我更信任一点 而且他现在防着我 对我们的通话有录音 然后对我们就是有合照 觉得好像我要跟别人跑了 什么的 我不知道他这个目的是为了 要把这个米往回拿 还是为了防止我跟别人跑 然后现在我就是一贴近他一点 他就故意气我 就是委婉的就是让我去猜想他去找另外一个女嘉宾 给那边花花米花的很多什么的 然后他现在对我的付出呢 就是有多有少不稳定 嗯 嗯然后那边的成本成本应该没有我大 然后我现在跟他就是有隔阂 我也不知道怎么消除这个隔阂 我就是现在在这段关系里面就很内耗 我想走吧又舍不得就很痛苦 也不甘心被那边比下去 然后现在在这段关系里 我又不知道怎么消除隔阂 就是进退两难 然后还有一层呢 我就是觉得他好像有一点 我就是最近感觉他好像有一点 是想 嗯 投资我们 就是把我们的事业扶持起来以后好像 要是不是有一种想要 嗯 分成的这种感觉 所以他才会 嗯 就是 以硬价值为主 你干嘛的呀 你啥硬价值啊 说来听听 就是 嗯 就是 扶持事业嘛 然后可能 到最后想分成我 说一下你自己什么情况 你扭扭捏捏捏干什么 嗯 就是 余波 你就是自己做 你是做主播嘛 他原来是你大哥吗 对 然后那个女的也是做主播的吗 对 哦 你自己原来做主播一年能挣多少 零 七百个W吧 嗯 大主播了 大余波 嗯 但是他不 他希望我能够做得更好吧 但他没有透露 这是我自己感觉出来的 你应该去尝试EV 你有 你有到我们EV吗 我也有一位一 有一位一 嗯 那你老师跟你给的什么建议啊 让我就现在忍着忍着 但是我觉得 我忍着又很内耗 你到底图什么 我现在也不知道 我现在也不知道我图什么 我现在有点乱 要米就忍着 不要米就拜拜 这两件事是这样的呀 你要什么 你要是要米 那只能忍着呀 你不忍着怎么着呢 可是忍着他也付出不了多少 然后不要吧 但是他现在不是我说了算 这个东西不是我说了算 什么东西不是你说了算 那如果我 因为我说要离开要走已经很多次了 断连也断连了很多次 但是他就是不断 不断就怎么样 不断就怎么样 他还是不断 然后呢 不断是什么 你不回应他人家能怎么着你 你告诉我 不回应我 他好像有 对我们的通话什么的 有录音 那有什么用呢 那东西能干嘛 录什么东西 那东西能干啥 录音就是好像我们有关有关系 有关系有关系吗 怕什么呢 本来就有关系 那有什么问题 就是他 老师的建议是让我忍着 但是我觉得如果忍着的话 你回答我的问题大姐 你到底想不想断 我现在 不想断 你不想断就忍着 没毛病 你不想断也是土米 不想断 你不忍怎么着啊 你哪位啊 你哪位 你为什么 你凭什么 就是 那怎么就是 消除这个隔阂呢 哪来的隔阂 其实他我觉得他是想 想要二选一的 没有隔阂 没有隔阂 他没有想二选一 他想二选二 没有隔阂 哪来的二选一 那边 那边现在在逼他做选择 你让他逼他嘛 他逼他呢 关你什么事呢 然后我这边就减少了 那你不用管呢 你那那那那那 那边减少了 你该干嘛干嘛去 对不对 你有什么 你有什么可琢磨的呢 你不用琢磨这个事啊 你都已经 哎呀有的时候想掰了 哎呀好累呀这样的 那不正好吗 减少了你就玩你自个儿的去呗 嗯 他给你发消息 你想回回 不想回可以不回 明白吗 不想回可以不回 你觉得这个人付出不够了 哎呀来来来 那我就冷淡点 我干别的去 对不对 我有没有别的大哥 我在维护维护 有 现在就是有别的大哥来 他就他就比较 嗯 付出的多一些 嗯那不正好 但是我 但是我就是 我就是现在有点 嗯偏感 就是偏情绪一点了 就是这个 这个他付出的这个米 都不是最重要的 我现在这个气有点 起不过 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 啊 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 小姐 你是主播 正是大哥 你怎么你按上大哥了 你按上大哥了 你迟到有一天把钱都吐回去 嗯 你搞搞清楚自己哪位 行不行啊 哎 出来在外面做事啊 甭管你是做什么 首先搞明白自己的价值 自己的位置 自己的身份 你什么身份 你气什么 怎么着呢 大哥在你这吃饭 不让我上别的地方吃饭了 你哪位 你凭什么 开门打开门做生意的人呢 你听得懂吗 你是打开门做生意的人呢 那我现在觉得现在跟他相处很别扭 别扭就别处了 他跟我相处也挺别扭 听得懂吗 别扭就别处了 你始终在跟我聊情绪 我在跟你聊目标 你的目标是 你的目标是